最新連線報導 今天下午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就要正式宣布他的副手人選了 預計就會是中研院副院長陳建仁 不過其實呢就像柯文哲一樣 陳建仁他並不是典型政治人物 也都有醫學背景 因此讓人聯想 蔡英文是不是打算要複製柯P效應呢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對陳建仁又有什麼看法 我們把現場交給記者陳亞宇 好 請問觀眾帶您來關心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中午出席市府的公開活動時候 被記者問到了 下午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就要公布自己的副手 中研院的副院長陳建仁 而陳建仁呢是有醫學背景 而且他自己的參政歷程也不深 被認為是跟這個柯文哲有一點像 那柯文哲是不是有認為說 這個蔡英文是要複製他的柯P模式 來營造盛選呢 我們來聽聽柯文哲的說法 這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他就曾經被考慮要被徵召去 民進黨好像就考慮徵召他去選高雄縣長 他已經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過跟我應該是沒什麼關係 柯文哲之前就有這個表示說 陳建仁還不錯 他在學術上是OK的 不過他也提到了 雖然陳建仁自己是一個政治的素人 不過他卻是出身政治世家 他自己的爸爸呢 就是高雄縣的前縣長 是白派的大佬 也是國民黨的 這跟柯文哲他自己的身家背景 還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而至於被問到了說 這個鴻海的董事長郭台銘呢 在先前有提到說 醫生還是不要從政啦 柯文哲今天也有回應 可以聽到柯文哲的態度 其實相當的有趣 他順便也為陳建仁 答應當蔡英文的副手 做了一點點的意測跟解釋 那麼中頭戲即將會 在今天下午四點鐘 蔡英文正式宣布他副手的記者會 也請您持續鎖定UDNTV 把現場交還給主播